國民黨內部已經有人開始擔心 這會是一個分裂的開始嗎 因為現在會不會變成 黨中有黨群魔亂舞 我們看到了 昨天這個戰鬥嵐成立的時候 就要聲勢非常浩大 二十七位的藍尾 在立法院八成的藍尾都來了 再加上四十五位的 各地方的市議員 然後來到現場之後 趙少康士氣大政說 明年選舉年輕人只要喊出 我是戰鬥嵐一定當選 還有藍尾很興奮的說 但我們出草啊 可是國民黨內部 其實有不少人看不下去這種情況 因為他們怕戰鬥嵐 就等於地下黨主席了 前國民黨的立委陳學勝就說 大家都否認這是黨中之黨 但過去只要有派系出現 結局就是出走啊 然後趙少康就趕快出來辟謠 說那沒有戰鬥嵐 國民黨就很團結嗎 但是我們就來看 這一些人馬上就舉手說 我要當戰鬥嵐 張啟成買了半版的廣告立挺 那朱立倫也是PO文立挺說 全黨一起戰鬥啊 PO文立挺戰鬥嵐之後呢 趙少康卻不買單 趙少康說 我跟戰鬥嵐 我們都保持中立 我們跟誰都是維持這個友好的 等據我沒有要挺誰的意思 但是我們來看 聲量高的可不止戰鬥嵐 別忘了這個韓國瑜的2.0版的 這個張亞中 張亞中說我真是不忍心看到兩岸走向敵對 甚至他直言中國才是國民黨的靈魂啊 而且還說呢 他如果當選這個黨主席的話 就要請全黨資歷去查蔡英文的論文門 而且還說呢一定會查到底喔 好 那另外呢 他還形容自己呢像玄奘大師喔 他說我將來要讓國民黨從竹竿變成金剛柱啊 好 另外呢很多的這個問題呢 張亞中也問其他三個候選人 你們要不要像我一樣表態呢 好 所以韓粉就說 這個張亞中好啊 主席選張亞中總統就可以選韓國瑜啊 那黨內人士則說呢 黃復興系統當中表態支持 張亞中的聲量真的越來越大了 現在張亞中的場子上 就有一種韓粉在線的錯覺啊 所以前黨務高層說 現在情況啊 他很憂心啊 那叫做現在一時爽 全家火葬場啊 那十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則說 張亞中在政見會賺最多 因為他在裡面呢 比起來他贏得了龐大的聲量 以前沒有的 而且在網路上也刻意操作 看來是有組織 背後有人在力挺的 可是資深媒體人蔡世平呢 他就憂心了 他說 國民黨的這個主席之戰 沒有走出同溫層 跟世界背離的很嚴重 以為只要反律就是戰鬥力嗎 所以他預言 這個國民黨的將會再輸掉 這個2024的總統大選 但是問一下這個小平啦 這個張亞中啊 開什麼玩笑啊 拿官刀斬瘟神啊 這個韓粉 這個不太喜歡他 而且他一句 中國才是國民黨的靈魂 讓聽說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哇整個失了魂了 覺得他真的是很不錯 甚至還有一個說法說 他可能可以拿到10%的選票 你認為 他有機會拿到10%的選票 張亞中出來 當然對朱有影響 最慘的是江啟成 本來是朱江對決 後來冒一個張亞中 那張亞中出來以後呢 當然他沒有 他拿到韓粉的一部分 他沒有韓國瑜大 他算是一個小韓國瑜 我這樣比喻啦 那張亞中講什麼話 張亞中長長怎麼樣 是不是台大教授 說一點都不重要 而是他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派 就國民黨的黨員裡面 大概是全部的 跟全體選民比 跟國民黨的支持者比 大概是統派含量最高的 我認為可能有三四成 所以這三四成 因為他強力主張統派 然後呢 張亞中也非常喜歡這個對岸 他也從來沒有批評過習近平 他超親中的啊 他超親中 對那所以就變成了統派 現在是有些興奮 那有一定的聲勢 加上辯論啊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陰謀論出現 你知道嗎 這句話講得好 就叫做現在一時爽大家火葬場 那要不要進火葬場 就簡單講 2024國民黨總統會不會贏啊 看到底是是不是會火葬 張亞中當主席的話 那國民黨2024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就不必選 因為張亞中就是會讓 張亞中說不定有一定的 國民黨的黨員投票行為的聲量 可是絕對是 他當主席是國民黨的選票的極小化 跟新黨化 這非常清楚 你看張亞中非常右邊 比較中間的叫經濟人知識人 叫做蔡思平 他說了什麼話 主席之戰沒有走出同溫層 他說如果說反綠就是反戰鬥力的話 就是戰鬥力的話 那預言就再輸掉 結果他認為投張亞中 七七以為不可 所以張亞中是走 就是我簡單講選立委 選總統 選臺北市長 選主席 我認為都該往中間走 才讓這個黨變大 才有跟民進黨有競爭力 跟民眾黨有競爭力 再回到趙奧康 趙奧康 我非常詫異的是 有些人上不了電視 上不了網路 趙奧康有 趙奧康戰情室 有什麼打開來衝康 什麼一些 他現在的版就是 邵康幫的放大版 現在他的所謂的戰鬥欄 那我們想說 有上不了 就是要連任 上不了電視的 因為現在上不了電視 你看老議員 票都很少 都勉強過關或落選 上了電視 我絕對說像這個 許曉鑫啊 像中培軍 這些很優秀的 然後遊俗會 票都很高 洞洞就開兩萬 兩萬多什麼 就變成空軍的時代來臨 大家非上電視不可 不上的話 每天像路徑在地上爬 所以怕呀 全部擠來這裡 對你講對了 趙奧康說 他現在的戰鬥欄怎麼樣 全國的六都 六都一區推個戰鬥欄 全部高票當選 你信不信 絕對兩萬多票起跳 真假 他是藍軍的少數 可是舉例說 像中中文化選八席 大安文三選十三席 大安文三三點八趴就當選 然後中中文化七趴也當選 就是多席式的選舉 其實十趴就很高票了 戰鬥欄在那個區域 如果國民黨有四十趴的票 他至少有國民黨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吧 有一定的力量 對不對 那他支持一個 所以有些人 上不了這個媒體聲量的 尋求空軍而不可得的 當然往這邊靠攏 我就是人質場景 可是我非常訝異的事是什麼 很有很有趣的是 單一席次立委 總要往中間走吧 那多少立委參加戰鬥欄 三十八分之二十七 對吧 你看我們立委的席次 蔣萬安也去囉 誰敢不去啊 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 因為因為 我去街頭訪問 蔣萬安跟羅志強 兩人都想選市長 蔣萬民調五十幾 羅志強十一 這十一不是投羅志強 就覺得說你太中間 我說蔣萬太中間 太中間有競爭力往左邊 可是十一趴 也不是就是 也不是就是那個喔 那個這個羅志強的票 就這十一趴就是 表態不投蔣萬 蔣萬是不是想拿這個 他初轉條理各種 他的形象很溫和 拿著那些中間 他是不是想拿這個十一趴 多一些去參加的理由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揣測 那張亞中又說這個 他說理就很有說 中國才是國民黨的靈魂 又從這句話來切大陸的事情 好不好 我覺得反共不反中 親美不妹妹啦 當然他是非常親中啦 我跟他理念不同 來他 他現在 我講他的專制的政府 我現在不講 我們跟十四億人 都是陽黃子孫 大家流的一樣的血 是應該是和平 這樣子 你看 先看這個簡單 檢要一下 人民大會堂選服務員 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 是不是有一個靈感 就是江澤民 有一次 為什麼徐靖民後來茶杯 要換茶杯 不是那個美女 幫江澤民倒茶 是啊 江澤民是不是斜眼看 他都失了魂 如果被下毒藥 可能江澤民還沒發現 我開開玩笑 好色眯眯的 色眯眯的看他 因為江澤民喜歡看美女嘛 徐靖民可能比較 有這方面的抵抗力 那人民大會堂的服務 這些人員 以後可能要到人民大會堂 可能到鐵路局 什麼去服務啊 什麼等等 那幹嘛穿三點四的泳裝啊 應該是 怎麼都選美 應該端莊的旗袍嘛 那是啊 那不是這樣啊 除了漂亮以外 身高要166公分以上 然後要身家清白 那不能嗑藥 不能刺青 而且庞系直系的 都要體檢能夠報告完成 那他們為什麼要 為什麼還要去 就穿成這樣 就把女性的物化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去試用期間 五千塊到八千塊人民幣 那正式就更多了 最重要的是怎麼樣 他們簽約簽四年有保障 還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 是什麼 敏寬很清楚 到北京居住不容易啊 他這邊做四年 他可以到北京工作啊 他在鄉下可以到北京市去 那不一樣很重要 不一樣的 那完全這個 所以才趨之落物啊 為什麼那麼多人報名 很難錄取啊 哎呦 所以他們有這樣緣故 來再第二個 可是怎麼會這樣子選法 這個也太 就糗了嘛 這樣在網路上這樣 走火路魔 這樣有傷國體嘛 整個在人民大會堂 怎麼找招待員這樣子搞 當然後面的利益很大 可是這樣搞不好 我覺得好來 這個 這是最中國最美的情婦 性賄賂的上海的官場 我跟你講 這個這個人 他叫做盧嘉莉 那盧嘉莉幹嘛 盧嘉莉是1975年生 你說那現在1975年幾歲啊 現在 對 那這個是2001年到2006年的事 已經也十幾年前 20年前 所以那時候還非常年輕 年輕 那他哦 他有過人之處 你知道 哦 你知道他怎麼 他江蘇人 他怎麼出生 他當過藝人 很會跳舞 那當然當很多人的情婦 回來回來賺了 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重點是什麼 然後重點還當媽媽嫂 這等一下我後面來講 那他也很會跳舞 他有他服侍男人 然後呢床上功夫很厲害 如果身體差一點 男人可能會一命嗚呼哀哉 他超厲害 他很會跳舞 他有了水蛇腰你知道嗎 哎呦 他的腰 跳舞人家腰的綠洞 什麼都超厲害 比瑜伽老師還厲害啊 所以因為這一招 他他長得又乖乖的 不是很野豔的 也很野豔的 男人對你有戒心 乖乖的像林家女 而且氣質很好 速度的很好 哎呦 號稱 號稱上海的張曼玉 你知道嗎 長得像張曼玉 他臉可能比張曼玉 更好看一點 可是氣質 張曼玉氣質滿好的 氣質都很高仰 那有這樣的武器 身材也很棒 那這樣他幹嘛呢 他弄了一個賣春團 為什麼賣春你知道嗎 為什麼 舉例說我講最轟動的 他認識一個叫張榮 張榮坤在2001年 是個商人 兩個都有腦筋啊 然後要賺大錢 兩個合作 他男朋友了 他很多男朋友 那他用身體去跟商人在一起 用身體跟大國人在一起 然後就取得社會地位 再賺更多的錢 然後張榮坤他們兩個設計 一個做公關 他做公關 那那個供應軟體 我說那個張榮坤 他們就是社幼官員 在這個上海叫做社保基金 就是社保基金 社會保基金 那很大一錢啊 哎呦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對對對 那用基南 社保基金 被他這對 這一對男女朋友控制住了 那張榮坤 他本來只有五億人民幣 那其實因為 因為社保那個局長很色 他找人去控制他 然後又給他偷拍 那局長就把柄在手上 偷拍之後呢 就社保基金就變他使用 他最後控制到 那控制到什麼都可怕 社保基金投資的一個東西 叫做上海到杭州的高速公路 哇那個收費砸到 就賺錢賺產了 那是最最紅的大陸 最紅的一段高速公路 三十年 可以賺三十五億人民幣 然後他只用五億入股 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九的 就是他的權利收費什麼都他這樣搞 那到了到了量 二零零五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時候大陸軍還沒那麼十幾年前 然後他賺多少錢 二十六億的 二十六億的資產 人民幣 那時候是全大陸的四十八名 就這麼這麼有錢 然後社保基金 那後來呢 陳良宇你還記得把江派陳良宇 上海市長 上海市的市長 然後他們後來 那又又怎麼樣 又去涉猶上海的副秘書長 後來當那個寶山區的區長 那是商業區 是非常繁榮的 那怎麼搞他 那他們怎麼弄他 帶他去法國巴黎玩 那找誰陪他過夜 找法國的演員 怎麼樣 法國演員 那過夜的時候又給人家偷拍 回來的時候又進行拿工程 勒索搞搞搞搞這件事情 那後來事情鬧大了 那這個是二零零六年陳良宇 也涉入這個事 當然很多案子其中這一樣 XXXXX 後來他們都沒什麼事 你猜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大老闆 是江澤民的兩個兒子 帶不下去 你知道大陸就有關係就沒關係 有關係就沒關係啊 是 那所以那用這個情婦文化 給他偷拍拿工程 然後偷拍以後 官員說他的要脅 他們用這樣 你看再看一下 這最美麗的情婦 他是有蛇蟹的心腸 也超高的智慧 柔軟的妖記 你看這個就是最厲害的 所謂最美的情婦的 叫盧嘉莉 在大陸是遠近馳迷 對 哇